多伦王子 吃了 吃什么 你不是听我安排吗 吃啊 你给我吃什么 毒药 你 身为一个王子 却如子儿女情长 怎么成大业 等着 走吧 魏医师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这谁啊 这是个老百姓 可能误食了什么野菜 中了毒 你说我又不能不救 走吧 看起来挺严重的 是啊 只要再晚一刻 还不知道能不能救 那你们快进去吧 叶叔 有消息吗 他 昨天夜里亲眼看见殿下出去了 殿下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他出门的时候跟我打了个招呼 叫我不要声张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你 见到他真是殿下 千诚万确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不过记着 殿下的事 跟谁都不许提 明白吗 明白 傅将军有请 多苏丰找你做些什么 多苏丰营主问了我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 多苏丰营主吩咐过 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营主 而我是副将 告诉我 昨天晚上 多苏将军出了大营 就这事 就这事 你下去吧 是 我怎么看 你这么长了 我说 就让我来说 bought 我 毕竟 我 那 deb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下昨天跟你在一起是吧 是啊 他都说什么没有 没说什么 究竟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东苏峰 你别乱来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不能说啊 我要说了殿下会砍我头的 那我现在就砍了你的头 我就跟殿下说了一下魏国的军法 什么军法 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 什么 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 我知道殿下去哪儿了 来人 殿主 狼鹰集合 随后出发 是 集合 集合 集合好了吗 殿主 集合好了 等等 东苏峰 你要去哪儿 出发 你等着 黄虎峰 你先别练了 行 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 休息会儿吧 黄虎峰 你这手 像不像抹布 这可是五分虎 最好的一双手 为过牺牲都可以 何况你双手呢 你跟我走 去哪儿啊 我哪儿有药 我去帮你复原你的手 不用了 你不心疼 我都替你心疼 卫托 真的很谢谢你 可是身在战场 能不能活着回去 还不知道呢 更别说当织女了 这双手 早就不在乎了 不行 你还是跟我走吧 黄虎 你去吧 好吧 你再练活啊 好 来 卫托 卫托 人呢 喂 你知道卫托去哪了吗 干什么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你怎么了 刀伤又犯了 没有 我跟你说 你现在可不能轻举妄动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刀伤还没有痊愈呢 我今天来 就是感谢你的疗伤之恩 不用客气 救死扶伤 那是我的本质啊 卫托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你真的是医师 书生 你怎么这么问卫托啊 学了点皮毛 你要是叫我医师啊 算是抬举我了 我告诉你 依我之见 他知不在此哦 书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跟我一样 胸怀极致 而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我不懂啊 你就说我吧 现在是个小兵 可我的志向 是当大将军 所以我从五岁开始 就熟读兵书 研究兵法 可惜啊 偌大一个军营里 竟然没有一个知情 自从你那天为我疗伤 我才发现 你是我的同道中人啊 卫托 你也懂兵法 别听他瞎说 我在这军营里 就是混口饭吃的 你干嘛那么谦虚啊 我今天来 还有一件事 就是跟你切磋兵法 切磋兵法 我什么都不懂啊 你那天不是把孙子兵法 背得挺熟的吗 哪天啊 就是你给我疗伤那天啊 哦 那天是花狐送你来的吧 你都已经不省人事了 不信啊 你问花狐 是 难道是我产生幻觉了 书生 我这还有事呢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走 卫托 这是谁啊 怎么还蒙着被子 哦 这是我一个病人 什么病啊 哎 怕是十一 啊 有危险吗 当然有危险了 小心传染的 那我走了 花狐 快走吧 我和花狐还有事 没事 你先回去吧 那我告辞了 委托 如果是十一的话 一定要及时治疗 我的擦手要给我吧 我要回去了 花狐 其实我叫你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就是 花狐 快 快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多思风带人杀过来了 谢将就命令你出床来 快走 花狐 你不能走 来不及了 这事更重要 然后再说 快走 走 花狐 花 哎 你要干什么 我要出去 这个时候出去 你先让咱俩一起死 按照我的计划 你本可以跟花狐 在这里安全地见上面 都怪你个多素风 他这个时候突然打来 哎 多素风 他没我的命令怎么可以 他简直是不要命了 你别走 你不等花狐回来了 不 我要阻止多素风 哎 谢将军有令 多素风已经到了瓦子村了 不必将多素风赶到白水河附近 浴池床已经出发了 他们绕到白水河 从后包围 将军说 这次最好能活捉多素风 明白 出发 白水河吗 我会想做 哈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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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 前面好像是卫国人 等等 这好像是独伦殿下 是殿下 殿下 殿下 可找到你了 殿下 威军在我身后 只有半里路的路程 好啊 殿下 你先走 我来殿后 您 把衣服换下来给我 这 快 大锅床马上就过来了 是 大锅床有什么可怕的 我狼鹰这几十个弟兄 足以对付他们了 谢启臣 至少派两个床来对付你 大锅床到了之后 会围而不间 并且故意引诱你 从白水河逃走 而玉尺床正在白水河附近埋伏 准备将你们狼鹰全歼 顾不了那么多了 殿下 你先回去 这里交给我了 大锅床来了之后 我们稍一开打 一旦看我被俘 立刻撤退 什么 千万别走白水河 绕到洪峰林 从那里回去 殿下 只要多粗风还有一口气在 怎么会让你被俘呢 这是命令 我自有安排 你放心吧 我会活着回来 不 我要和你一起去 来了 快 殿下 冲啊 冲啊 驾 快点 快点 走 快走 走 走啊 走啊 快点 等一下 对下 快点 快点 别动 快点 别动 对下 快点 什么 毒素风跑了 鱼翅船在白水河附近 守候了大半个时辰 都没有发现毒素风 及其队伍的踪影 他们就没有去白水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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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花火 这条壕沟要挖很长时间 正好啊 人手不够 所以让这些俘虏 也来帮着挖这条壕沟 快点 干什么呢 你 别想偷懒 快点 如果快的话 三天的时间一定可以完成 这样咱们可以提前两天完工 我个人认为 咱们可以把这个沟再加深一点 如果有人来袭 我们就不怕了 前面那条沟 来看 咱们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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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木兰,我是末将,我们就一个身份 末将,我走不了了,无论走到哪儿,我始终都知道 我是魏国人,在我的家乡,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正在和柔然人打仗 木兰,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一旦你身份暴露了,随时都会有生命为事 我知道,可是我并不怕死,在无风谷之和亲徒的时候,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我怕,但是我怕,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但我没法丢下这一切跟你走 我不能做一个逃兵 你不是士兵,你只是个绣女而已 不,我不是绣女,我是一个士兵 当初我用针线作战,但现在,我只有用刀剑 你还不明白吗,你冒着生命危险,绣了和亲徒 结果战争还不是一样爆发的 我身为一个柔然王子,我也阻挡不了战争 你一个民女能做什么呢 我是无法阻止战争,我是无法改变战争的局势 但我是魏国人 有一份力,我就得出一份力 你这是在与我为敌 我不是与你为敌 我是在与,为国作战的柔然人为敌 没用的 我会向你证明,你所做的一切都没用 你不能走 凭你的弓弩就挡得了我吗 我的弓弩不能阻挡你 但我只要喊坡你的身份 外面的士兵就会立刻集结 这把弓弩你还戴在身上 能死在你手里 我心得尽量 让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跟他走吧 跟他走吧 魔将 我不能跟你走 这仗还没打完 我没法走 你还是要留下来 难道你这么喜欢战争 不 在战场上 我看着我的兄弟们 一个一个的死去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憎恶战争 我们只有打败了你 才能停止这战争 所以我不能跟你走 我得留下来 我得留下来继续打仗 木兰 你变了 是 我是变了 是你 还有你身后的民族 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 这个战争只要一直打下去 每一个魏国的侄女 都会变成像我一样 最后一天 他会变成像我一样 真的 怎么哭 你 想知道 现在 我会变成像我一样 我会变成像我一样 因为我会变成像我一样 但是我会变成像我一样 我会变成像我一样 暗失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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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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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华虎 今天想给你保养保养手的 那个毒素风突然就打来 我把药膏给你带来 卫托 谢谢你 不过现在 已经用不上了 为什么用不上 我现在不是绣女 是一个士兵了 虽然手很粗糙 但和我士兵的身份 非常相配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 谢谢你 华虎 华虎 你有心事啊 没有啊 你瞒得了别人 你可瞒不了我这个做医师的呀 你这医师还是心病啊 对啊 我这个医师是不是有点怪啊 那你开服药方 给我这支心病吧 好啊 我的药方就是八个字 人多眼杂 万事 小心 你说什么 那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万一被人试破了 那可不得了 谁 哎呀 循私王法 苟见柔然 这都是被砍头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既然敢做 我就敢当 华虎 你可别牵连无辜啊 你说得也对 我先走了 卫陀 请你帮我保密 放心 我已经帮你保守了很多秘密了 谢谢你 那我走了 参见大汉 傅汉 夺伦殿下 把你们俩招来是因为现在战局 已经成了这样 五提 你可有什么办法 傅汉 儿臣愿意担当 大汉 若然现在形势危急 五提殿下挺身而出 实在是中庸可驾 五提 你可有心心 冯函 多轮战败的消息传回来以后 儿臣忧心忡忡 对战局反复的考虑 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对取胜 也是大有信心 不妨 说来听听 嗯 儿臣打算 组织一支两万人左右的重骑兵队伍 向卫军发动猛攻 两万重骑兵 那还得再增兵啊 傅汉 儿臣布下重兵 为的就是一击得手 迫使卫军后撤 白卫军撤着希拉姆伦河边之时 我们再发动一次猛攻 将卫军消灭在柔然境内 然后我们的柔然铁骑再行过河 那踏平卫国就一马平川了 首相 你觉得五提的提议 如何 臣觉得五提殿下的想法 实在是可圈可点 两万众骑兵 这几乎是柔然的全部众骑兵储备 一旦失利 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可依现在的形势 除了猛攻猛打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诺伦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傅函 儿臣是败军之将 无言以对 也无话可说 不过 起来吧 谢傅函 傅函 如果换作是儿臣 儿臣不会与谢启臣 在大鹅山一带纠缠 多伦 你怕谢启臣 我可不怕 我不是怕 而是觉得不值 那你败给谢启臣就很值 傅函 一旦谢启臣 以车阵对质 我们重骑兵 将占不到任何便宜 五提 如果像多伦所说 重骑兵受挫 你将如何应对啊 这个 傅函 我倒觉得这个车阵 没有多伦说的那么厉害 多伦 你把谢启臣说的神活其神 是不是想为你的失败开脱啊 无敌 我也希望这仗你能够打赢 可就算赢了又如何 拓展了我们柔然的疆域 这还不够吗 傅函 希拉木伦河北岸的地形 以山地密林为主 这是我们最不擅长的地形 就算占领了 我们还得派重兵去守卫 吃力不讨好 再说了 富汗 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灭了魏国 要将柔然的势力 推到黄河的南岸 是的 富汗 就算我们占领了 希拉木伦河南岸 但距离黄河 还有魏国的中心 都非常的遥远 即便我们拿下了大峨山 我们还得打安州 打淮远 打柔仪 才能到达黄河 而这些全部都是 魏国重兵驻扎之地 又全是山林地形 对我们非常不利 这一路 可以想象是艰难至极 多伦 那以你之见 应该怎么办 富汗 如果换作是我 我会放弃大峨山 而该打 平城附近的 圣乐 圣乐 连丞相都如此惊养 那魏国更想不到 我们会突袭此地 可以想象 此地防守 必然空虚 空虚 并不等于无人防守 据我所知 驻防此城的魏将 名叫邱堆 此人单于享乐 不足为惧 那圣乐距离 大峨山 有几百里 千里奔袭 对我柔然的清奇兵来说 本来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 从大峨山到圣乐 大多都是平原 只需要三天 便可完成转移 而且平原作战 与草原类似 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柔软 我虽然败了一仗 不过精锐仍在 富汗 只需要给我一万骑兵 取圣乐 必如囊中取物 但我看不出来 你取圣乐 有何意义 圣乐 是平成的门户 如果能够拿下圣乐 平成也就不远了 只要拿下平成 那魏国 还剩下什么呢 好 多伦 我再给你一万骑兵 富汗 你不是说交给我吗 我决定 再给多伦 一次机会 谢富汗 陈告退 五体殿下 五体殿下 你给我站住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 你这么沉不住气 以后怎么担当大人 我能不能沉住气 都没关系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多伦始终都是 富汗心中最喜爱的儿子 所以无论他犯了什么错 富汗都会原谅他 而且还会继续吸人他 这一天 是我永远也避不上他的地方 你以为会打仗的人 就是最后能赢的人吗 那你说什么人才能赢的 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我还有机会吗 承轩 我始终都没有机会 当多伦拒绝领病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 可那不是我的机会 多伦失踪了 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 可是已经到手的机会 又被他夺去了 多伦在前些荒唐的时候 我以为那是我的机会 但那还不是我的机会 这一次 多伦大败 这机会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了吧 可是多伦还是把机会牢牢地 抓在了他自己的手里 过于承想 我从来就没有机会 以后也不会有 我提殿下 上天是公平的 他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同的机会 有些人的来得早 有一些人的来得晚 如果你现在放弃 你会失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 我看不到我的机会 虽然你看不到他 可是他离你不远 伸手可及 你现在必须 做好一切准备 我还能准备什么 仇恨 仇恨 因为仇恨能让你充满力量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能牢牢抓住 谁都再不能从你手中夺走 我的确恨他 这还不够 他怎样在空 你会知道的 我还能够